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 在八字里面有所谓的考运 考运来讲 他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种 就是我们常常讲的 要考公务人员 像这一种的 他是有名额要去竞争的 这一种有竞争有名额的 我们一般就是以官运为主要的判断依据 官不能受伤 官不能够日主受课 所以各位像一些考试 例如国家考试 学生要考学校 还有工作上要招聘人员 这些都是以官运 因为他是必须要跟人家竞争的 所以当有这一种要与人竞争的考试 我们一般都会回归到官运上面 另外一种考试是叫做应运 这一种是一种资格考 你的分数达到了 他就给你这一个证书 证明你有这个资格 他是没有竞争的 例如你在考汽车驾照 汽车驾照你过关了 我自然就给你一个驾照了 而不会说你刚好是第101个 不好意思 我们刚好一天就只有100个名额 所以你明日晴早 不会有这种现象 因为他是没有名额限制 他就只是一个资格 你成绩到了 我自动就会发给你 所以他比较类似倾向于考证照 假如人家来问你 我的考运如何 你就必须要去分清楚 请问你的考运是考什么 你一定要问清楚 你不能够直觉的判断 他很有可能 他只是要考一个证照而已 他考一个证照就是以应运为主要的依据 但是他说他是要去考国家考试 而且是有名额限制的 这样子你就要以官为主要的依据 应反而并不是很重要 然而像有一些国外学校的申请 他们要去申请读国外的研究所 这时候他们会先怎样 他要先以书面资料为主 所以他们这时候 要先书面资料能过 你才有第二关 这时候就是要以印为主要的依据 因为书面资料OK了 我才找你过来的 不要连书面资料都不行 当然就没有下一步 所以像有一次我的一个学生 他在帮人家看 他能不能够考上国外的研究所 但是第一关他就是要准备他的书面资料 结果他连第一关都没过 原因是因为他的印心破的乱七八糟了 所以他连第一关都没有过 学生就来问我 我就说其实他连第一关都没有过 第一关有要考试吗 没有 他就是书面资料的审核 第一关就没过了 所以各位你要去了解这当中的一个区别 而不要每次一考运 你就是第一个直觉 就是想到官运 其实并不一定 他是有区分 是要与人竞争 有名额的 或者是单纯的一种资格考 这两种看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不能够同一而论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假如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大家帮我按赞、关注、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有最新的影片 就可以随时接收到通知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